立法院在明天將要進行國會擴權法案的複議案表決 因此藍鷹即將要正面迎戰青鳥 國民黨立委稍早四點多已經在立法院的門口聚集 同時也辦了椅子準備首頁搶公主席台 而至於在另一邊民眾自主召集的青鳥也逐漸集結 國民黨也做到準備明天將發起藍鷹行動 因此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前中光董事長趙少康就表示 說總統賴清德不願面對少數總統的事實 把在野黨當空氣 因此人事法案都硬著來 不想讓朝野和解 喊話戰鬥藍的朋友別讓藍鷹孤單 明天要用實體的行動來聲援國會改革